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再次确定了他在中国摇滚音乐史上的地位 他多年来身体力行 保持着每年十场到二十场的演出密度 他极力维护音乐行业最根本的职业底线 发起真唱运动至今已近十年 2009年末 崔剑再次出现在北京展览馆 二十年后 他重新站在这个舞台上 台下与他一起含泪歌唱的观众 很多是伴随着他成长的同代人 亮度柯 赤米 遗坚 遗坛 遗坚 遗坚 还在抗云 我一如所有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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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跟我们回忆一下 1986年 你第一次跳上台去 穿着一身中国的 蒙民的衣服 然后一如所有一项当时的感觉 忘了 你就忘了 我觉得那个感觉 最起码我每次说都不一样 所以我刚才就说忘了 其实你没忘 说得太过色 所以每次说都变得花样 最后发现台湖就不说了 那这样吧 就是去年12月24号 你在这个20年以后 还回到叫什么 北展 你讲一下这一次演出吧 其实我们演出跟20年前后 大家怎么样去回忆起 20年前我们在什么地方演出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我们就是一场演出 接着一场演出搞 然后正好是20年那家 就说一下20年 实际上可能是一种说头而已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20年21年25年 没什么缺别 我们就是 把每一场演出 做得跟我们这个时代 发生最紧密的关系就行了 听说全场的观众 一直站着看你的演出 我想肯定很多人都在哭 你在台上 能感觉到台下的观众的情绪 我觉得每首歌 特别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 每个人听 老歌或者自己新歌的感觉就不一样 我想可能大部分哭的人 可能都是一些比较 富的比较大的 他就被自己感动 但是如果要是被我的新歌感动的话 我想可能是被音乐感动 因为他没听过 然后加上我们的团队的那个集体的工作 比较包括灯光啊 音响啊 视频啊 综合的一种感染力 如果把人感动的话 我想那是因为我们 我们的整体的一种感觉 但是大部分的人可能哭 可能是因为像你跟着说的 就是听到一路做的啊 很想到八十年代了 对 想到那种感染力 回到八十年代 这个那个时候好像你有的时候 还在美院那个 是什么排练 那些朋友很多 当然G1业 王毅业 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朋友 会经常在那边就是聚会啊 那个地方也特别有那种 自由的气氛 对有那种气氛 就是我们护制的那种时代 当时不叫没有CD 我们都是从磁带被磁带的 我们的复制 大量的东西都是从美院出来的 明天说美院有好多游戏生啊 对 那个Andy Andy好像是 是给我们提供最多的 我觉得搞美术和搞游戏业比 相比较 美术更像 支持后面的 没话多 就是说 大部分搞美术人可能 他们不愿意 只是一个支持我们 可能就得 还是流氓也好 或者说大部分话也好 可能他们就觉得 因为有这种 有这种 就是一种 煽动性 就是 因为说很多 广美术人他们都觉得 藏着这个比 和集的就是不一样 这些很简单的 对你的那个 确实非常直接 因为我们 我们是和这个 当代艺术家 尤其是这种 思觉艺术家一块 成长起来的 但你的音乐 还是让我觉得 真的是好像 更刺激 然后更直接 那你直接就开始 或者说什么 自由 性 什么这些东西 我觉得还是 表达的特别的 很特别的到位 那也许就是音乐音乐吧 第一盘带子是在什么时候 我自己有点承认的 第一盘带来的实际上是在 八九年 一月份 但我录制它的话 已经是在 八八年或者八七年底就开始录制 所以我们第一张专辑 严格的讲就是 一无所有 那两张专辑 就是 新唐中童的小伙子 那大讲您说的一句 对八十年代 我觉得你 无疑是 一个 这个文化界的 英雄 当时我觉得 你怎么对社会 有 这样的一种 直接的一个态度呢 你是怎么 变成这样一个人大 我觉得社会 这种 东西不是让你去想的 一想就错了 是不是 也许姚古街 可能就是让你去 直接的去表达就完了 因为他本来就是 就在你的生活 生活的这个 方方面面 成才去让你接触 你想太多了 就更成那种 不会知识化的 知识分别的层面的 去做反应 好像就骂了一下 所以姚古街 可能就是让你 就是让你觉得 有什么感受 马上表达出来 也许就是这种东西 才给人感觉一种深刻 他 没有 所以你工作更多的是 直觉 不是 这是技术 特别是在当时 没有什么 可能需要 叫勇气 所以你不要 就是自己给自己 射了很多的那种 那种 那种恐惧的帽子 你自己不要给射你 想到什么也不是说 而是表着当众说出来 可能这就是要文明的 那个时候你喜欢 你喜欢读一些西方的书啊 或者什么 我自己肯定 不是一个常读书 但是基本性的 会 会根据 某一种 某种需要 就是说 比如说 就是可能音乐 对我来说更重要 我获取 更多的信息 就是通过里面 或者是通过猜测 听到音乐去猜 上面是不是这样 往来再去找书 去看上面是不是 像我想象的那样 反正如果证实了 或者说如果 如果 考证以后 发现我想错了 这个过程是我 就是 学习的一个 一种渠道 恰恰 当我听到的音乐的时候 或当我真的见到一些实物的时候 我会发现 我那种书写的就不对 反正是 是错了 所以我更愿意去 很综合的感觉 去感受 我感受要补乐的过程当中 是在于 我一半听一半做 他不像是一个歌迷 我在听这个音乐 然后那时候我就 怎么样研究了 然后我去找他的歌词 然后去找他的故事 找他的背景 然后最后变成 完全掉入他的那种世界里 我一开始念这样子 一开始就 听完 哎呦 我怎么觉得这事不过瘾 跟中国没关系 然后我自己想 我找他 我猜测他的感觉 是不是 应该是这样 然后我就把我自己 中文的东西 能够 融到里边 这时候我发现 我就只能自己去写 我这种过程当中 恐怕 很多人可能 就会说 好像是 中国有摇滚乐 或者是摇滚乐 有中国落地 但实际上这个过程 我觉得是很自然的 我觉得是很自然的 在中文在北大到处演出 那个时候我觉得是一个 特别特殊的一个时间段 大家都很绕动 而且不懂什么政治啊什么 我们就是去玩 但是你其实是一个 比我们要成熟早的人 那几年的音乐当中 都是在直接讲自己 讲社会 然后有很多的就是 关于对自由的这种呼喊 或者对人性啊 甚至性啊 这些东西 特别直接的一些思考 而且都可以表达出来了 特别强的那种犀利的声音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本能的东西 实际上 我觉得应该是 人体本能的一个音乐 所以 也许我的音乐里边 最多的就是这个音乐 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是参加一个party 我们说 我们在家里待不住 待着很觉得很憋屈 你会很严肃 因为别人很严肃 而且他们严肃的有道理 而且你会去听他们的严肃的表达 这时候你会被感动 因为他们 他们有些东西是 你想表达而不敢表达的东西 会让你 觉得你是一个 生命的一种 一种 你为了生命而光荣 因为我跟他们一样 我们都是生命 有这种感受 当时你也认识 我们大家都 你到哪儿就是一个 真的是好像是一个英雄 我觉得 因为你一定能够感觉到 你走到哪儿大家都很注意力 我觉得 也许这个是我的一个灾难 就是 我一直在想 想事而不见这些东西 还不太可能 就是我 我刚刚写了 还不到第一张专辑的 那个数量的时候 就已经被很多人接受了 一无所有 可能是我写的第三首 或者第四首歌 所以 所以这边 对很多更努力的人 可能来说是一个不公平的 很多人写了四十首歌 还没有成功 还没有被关注 当别人对我们进行关注的时候 说我 我基本上觉得是 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活 确实我们这样的东西 他们对我们 对我们有好感 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 是我们的创作方式 我们在说的作品 是他们 平常生活都没有了 就是李泽音乐表达了很多人 就是想要表达 我们从来没怎么想 表达不出来的 我们想 我们想的这是应该的 我从来不是说就是 就是说 我多么 就是 就是 替你们表达 其实更不是 是我们自己替我们自己表达 我们跟他们分享 好 在这一年代 你一下子好像进入了一个 演出和创作的黄金阶段 出了好几张袋子 然后 到处寻慧演出是不是 对 那时候可能算是风头浪尖 浪尖上 但是不能叫黄金时代了 我觉得 现在是黄金时代了 我觉得有点 我觉得有点 对 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它主要是朝起朝落 正好那个时候大家都 关注姚古音乐 那个时候大家有点积累 所以说大家 从直觉 这种感性的这种表达 实际上那是一个很容易的 就很多人说 八十年代 什么 从这个 九十年代初 从美术界开始 什么 朦胧失派一开始 好像中国 进入了这种自由思想 到现在就 很多人就怀疑 怀念那个时候 我觉得 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 我觉得 那个时候是一个开始 是一个积累的 一个释放的 一个开始 我觉得我们现在和 未来的时间 可能更重要 是更需要 去理性的 去 去发现 或者去思考一些东西 我们现在变成这样了 你会觉得更恶心 更龙凑 在解决那个带子或者是 在心肠争斗上的摇棍 那几盘带子出来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是一个 除了对社会 对人生有深刻的 体会和 听这样的音乐 另外另外一个幸运的事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 偏要逞能写词 在一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就不支持我这种做法 就是你没有一个很好的文学基础 你跟很多 世人比的话 跟很多 就是 就是真正的那个 业度 量很大的 这些人比较的话 其实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差 但直觉好 对 实际上我不是直觉好 实际上我就是一个 就是给自己 就是 一个 机会 多一点 因为我正好是我自己唱 那我就偏要给自己 机会让自己去写 写不好我不拿出来 所以我是通过这个过程当中 提高了 我的写作能力 就是在歌词的写作能力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 我喜欢表演 而且我觉得 表演可以说是 是我 就是 像是一种欲乐 就是没有 不要想到很多 什么高深的那种 这种道理 那种原因 就是非常简单 就是喜欢 我觉得站在舞台上的感觉 跟大家分享这种气氛的时候 我能够感到我自己 特别的舒服 这个什么人 发出了 出来的 我觉得我们自己 音乐自己写 对音乐对中国来说 它不是一个本土的东西 对 然后 你当时没有出国 就开始做了 所以说 就是说自己给自己机会 可能 别人也 别人 也会觉得 这个音乐也有准备 因为我曾经 遭受过一些 搞人 人学的人批评 说你背那次 你写得不好 有很多人写得好 你应该让我们去写 能强调的 我都觉得你的歌词特别好 当时确实有 当时我确实写得不好 我知道 他们说的是对的 但是我就是 我不好 那一段时间 就用我写第二首 一看到就睡了 其实我在之前写的 一几首歌 我就拿不出来了 我到现在就不好意思给你们看 也太测了吧 现在也经常写 我写得不好 我已经拿不出来了 我现在也要 要是 要是放开抽一的话 能拿出来就做成 我自己也能拿出来 最起码一盘的东西 我就不愿意拿出来 我就拿出来 就不愿意拿出来 我中国中国人的眼神 看起来不得真 中国人的活动 快出去见着了 追不起来了 国展这样的演出 我觉得应该更多 然后 你的思想 应该影响更多的 新一代的人 但我就觉得 好像你最近 这几年的演出 少一些 所以我就觉得 不要遗憾这样的 我很同意 我们的这个 经理 他跟我提到 就是说 你这样做是为了下场演出 你要做得特别烂的话 也许你下场演出 你更大的演出 你机会就少了 后来我也觉得就是 实际上 我 有些演出 它是属于 它是性质不一样 比如说 我是坚持要求 我每年必须都保证 10张的20张演出 因为为什么 就有一个热身的过程 音乐家必须得热身 就像你练功一样 你必须得经常练功 你演出 有的时候演出 就非常不 不再 不讲究它的 商业的那种价值 甚至是一演 或者是什么样 但这种热身是必须得保证的 所以说在中国 目前有的那个 氛围内 还没有到那么惨 就是说让我们 就是为了热身去做一演 还是有很多人 请我们去 所以我们就会 就会多演出 但我们演出的条件呢 范围 大众化的那种 这种 场所 就会 各种各样 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甚至去过 几乎就是综艺 被我们改变来了 改过来了 就跟电视综艺差不多 但是我们 我们坚持按我们的要求 我们必须真唱 我们必须请我们乐队来 所以他们变成不是综艺了 就因为我们去了 他们的电影 他们节目变成了 不是综艺了 但我们的条件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必须都是真唱 我们的最低的条件 就是我们所有的人 每一个音符都要真实表演 真就是钱 你就是力 那你我不管 不是奴隶 你只能为了我 我只能为了你 不过不是一对虾米 我想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 变迁的时代 我们常常开玩笑说 我们从 从以前60年代出生的人 那到现在好像经过了 那是一个西方人 可能经过了好几辈子这样的 我想你作为一个音乐家 然后没有很早就成为一个 大家的偶像 然后你自己觉得 你和这个社会的主流之间 是有一个什么关系呢 那也就是跟着社会变迁在变 还是在当中选了一个 自己的什么角色 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的变化 最根本的那种原因 就是最原始的那个引擎 实际上是经济 其他东西没有变化 都是因为经济的变化 然后附带出了其他的变化 其他领域的变化 甚至我可以这么说 实际上每个人不但没有变化 还在倒退协议 海外的一个作家写的 就是中国有四个世纪 就是北京上海广州 属于21世纪 多是南海上 有属于20世纪 内地属于19世纪 然后贫困市场 就属于18世纪 甚至更早 所以这个可能在中国 只有在中国会有 这种情况 反正实际上 你睁开眼睛 闭上眼睛 只要你稍微能够 有点想象能力的人 其实你都意识到 你都知道神龙在哪 神龙黏 这话不用你说 而且不用说清楚 我们知道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 沾沾自喜 我们挂了一块 我们进入二十一 这种问题有很多 而且更恐怕 他们在年轻的时候 这个群体里面 要比我们更多 所以他们也许很自然 他们不愿意看到那些 你们所看到的东西 他们很愿意看到 他们自己想看到的东西 这些问题足够让你聚集 就是 忘掉 你自己因为一点成绩 去沾沾自喜 反正就一朝前吃点天一杯 就有很多的事 就可以去想 所以刚才你说的那些问题 什么重早到 重早 因为被关注 或者到今年的命运来面 实际上 都不是一个 让你停止思考 或者停止观察 你生活环境的一个 一个好介绍 甚至 甚至有可能 你的凌晨身体 是永远被贿祸 或者是被软禁掉 我就不知道 所以我想你可能 是不已被贿祸的一个人 不已 所以恰恰相当 我可能会被贿祸 因为有很多人在贿祸 很多的关系 很多的事情在发生 每天都在让我去选 选择胡萝卜 还是选择大帮 反正你只有在做 做的过程当中 你才能有调整的机会 你不做的话你就不知道 因为你刚才说 社会的问题很大 我们都知道 所以我们肯定都不是说 那种简单的甜美的 看到生活的人 而且社会变迁 它带来的问题之多 我们大家我想是 可以有共识的 但是我就觉得你总是要在 这样的一个现实面前 作为一个艺术家 那有一个真的是自己的态度 或者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 我觉得年龄说什么样的话 这个我觉得比较公平 特别是对年轻人的公平 我特别讨厌 就是一个八十岁的人告诉你 年轻人你很愚传 你应该怎么样 我这时候我都经历过 所以你不应该 这个错误 我咋够犯过 我觉得这个东西 完全 完全是 我觉得是不尊重人的 最起码不尊重人成长的一个 时间变化的过程 我最希望就是 看到人的价值 人自我意识的价值 应该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去超过我们的知识 超过我们的偶像的存在 超过外来的这种影响 这个世界走得越长 知识越来越多 但是都不应该成为一个 让一个人的价值去丧失 在某种知识 某种主义 某种道路里的一种牺牲品 只要这种东西 它能够滋养你的个人 这东西就是好东西 我认为是这样 如果滋养不了你的话 它甭管来自于哪 来自于你自己的祖先 来自于外来 甚至来自于 所谓的神灵之处 但你都一样 只要是它对你个人产生伤害 或者让你的人格 永远地去谦卑到 再谦卑 你下去了以后 你就上次创造能力 我觉得这种能力 都是应该值得怀疑 人的自由思想 它所带来的结果 应该是创造型 而且不是伤害他人的创造型 而且认为保护他人就是保护自己 是这种创造型 现在你们的 你的工作实际上 是要把自己的 以前的 你觉得是运气好也好 这个 命运也好 然后给你带来的这种工作上的成功 或者影响力 加上你现在更多的理性的思考 我觉得 这样揉在一块 以后崔健可能是一个更完整的一个艺术家 是不是 这一点都不重要 作为一个人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 我觉得 我觉得 我宁可愿意说我什么都不是 但是我愿意看到我的梦想实现 比如说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希望真的有一批艺术家出来 然后大家忽视着我自己的成功 这不是真的 因为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真正的生活的意义 并不是被人追捧 而是享受生命 真正的艺术家 也许你看到一个很好的艺术 你看到一个艺术就流泪了 然后你听场音乐会激动 然后你喝酒 或者说 你说我在谈了刚才 我已经看到这个艺术家 我感到我的生命之下 这个才是不那么生命 但是客观的说话 中国的新音乐 包括摇滚乐 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候 实际上对这种 有一种失声的感觉 就是我觉得还是 不像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 在上半期 真的是可以影响很多人 影响成长中的一代人的思想 那我觉得这个启蒙意识 有很多的虚伪的东西 有很多假象 很丑啊 但是像刚才你说的很多思想 我觉得很少人可以 从这一代的音乐家身上看到 这个年代给了我们 很多人机会烦恼 大家没有时间去关注其他的艺术 你听说有很多年轻人 非常好想 你没有意识 因为他摆不到你面前来 你也没时间去听他们 他们没有像我们那种机会 没有别的客气 你一下子能想到 衣服所有在这儿了 别人都在谈论衣服所有 这里觉得现在的 现在有很多好的年轻人 非常能够 但是他们没有能力 因为现在充斥到的音乐市场的人 都是什么东西 充斥到的音乐市场的人 都是什么东西 给流行音乐打工的一帮人 都是大学生毕业 搞销售的人 都一个个都是 都是一个星期的工资 比这帮人 可能比这帮音乐家 挣的一个月的工资 甚至一年的工资都高 那为什么大家不能打动更多的人来 这个产业 这个产业都在操纵 这个是残酷的 这个非常非常残酷 这个非常 这个在某种程度上 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丑恶 一个怪胎的商业现象 完全就是 平的就是 商业推广模式 可是你影响的是 他怎么能控制这个 他的思想的能量 一旦转起来以后 他怎么样去分析市场 他才不考虑你艺术家的人 你一直没有一个 呃 长期合理合作的一个经纪公司 所以就是 以你为 创作灵魂 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的自己 自己的团队 对 现在自己成为一个 自己和自己团队的一个老板 人们跟着讲 任何一个艺术家都应该是老板 如果艺术家变成了打工的话 那肯定这不是一个好东西 我觉得现在 现在流行 音乐就是最典型的 说是他是明星 实际上他是打工的 他只不过是高级两个门而已 他所有音乐都听别人 所以你除了作为一个艺术家 我想你也有事业 你也有管理 你也有管理 你其实从管理到创作到 你都有自己的非常强的思考力 也有能力 也有事业 那你有没有想象过 有一天 你去做一些支持这个当代音乐 或者摇滚音乐 或者新音乐 让他被更多的人理解的这个事业 所谓的支持 我们要电症下药 我觉得我们开始做的这个 真常运动就是一个支持 而且我们现在 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 就是 一些工作吧 看起来像是一种 就是自我商业意识的保护的一种工作 但实际上目前来说 我 我自己也认为 就是像我这样的富起来 实际上是光荣的 我认为是光荣 我觉得我应该做出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致富了 做一个一个光荣 这是一个我觉得 不应该说 老翠你都这么能量的 孩子那么的 孩子那么的 开一个桑桑大 我从天 从天那么的 就是照顾一些 考虑一些 就是那种 那种 有点米醋的事 不应该是这样 我应该 我应该 甚至我应该 有我很好 很好的一个 一个团队 去帮助我 把我的 这个 这个 财富 去回馈给社会 反馈给社会 但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 因为我顾不及这些人 就说明 我们羊毛 除在羊身上的一个系统 没有 这个社会 没有 没有一个 真正的商业 建立在 就是 在真正的鼓励 一个真正应该去支付的人 我要 让音乐家 工会 去操作这个行业 就像美国的演员工会一样 演员工会 去 去颁布 一些 应该受到鼓励的奖项 给 应该支撑这个行业的人 我觉得 音乐家也一样 还有很多的 很多的 比如说教育工作 比如说这 音乐教育大纲改革 流行音乐 必须作为主流教育 放在音乐进去 学院里面 而且一定要高 一定要有高 就是高级的那种 考试 进入这个 大学的能力 才去学到 接受到这种音乐 而并不是说 我孩子不想上学了 我孩子 这个 学习不好 我给你拿点钱去学到音乐 不应该是这样的情况 大量的 大量的 一种改革 对音乐的 体制的 这种 我所认为的 理想化的 这种举动 我要有权力 我肯定也去做 就是要是你有钱 我有权力 我肯定去做 应该出在兔身上 或者狼毛出在羊身上 或者牛毛出在羊身上 他才不会真正的去想 科学的羊毛出在羊身上 最美的一种羊的那种体系 就是健康的这种状态 就是自己生长自己的兔 自己应该生长的东西 我们现在没这个能力 而不是像他们这些人 他们现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支护的 我们这种人本来是想能够给这个国家 在我们成功之后 能做点事都做得到 我们做不了 我们曾经看着一些腐败现象 看着假唱的现象 这些人叫什么人致富了 让那些没有功夫的人 让那些没有音乐兴趣的人 去通过音乐致富了 忽悠忽悠的一帮人 养家带口的 这一别墅 那个别墅 那个公寓 这帮人 他们拿了钱 他们才不会想到音乐 他们甚至看不起音乐 你儿子 你可千万别当音乐家 音乐家就得 你最多了 你唱的有啊而已 要不然我就给你做 一系列的一种推广 一种包装 完了以后呢 你就变成影视明星 完了你偶尔唱个歌 给你玩个专辑 你的市场比那个音乐家 多年的努力 入宿专辑还卖得好 这实际上不是集体行骗 我说集体行骗 我说集体行骗 现在真的音乐家好像就是这样 要是我 要是我有这个能力 我肯定改变 我觉得社会发展就是这样 就是理想化的 你用一点一点的去 去建立鼓励人的制度 建立奖项 建立一个唱法制度 你更选择 你就是一个音乐家 还是你是一个 中国这个时代的一个音乐家 我觉得不重要 我觉得我做一个音乐家 都应该去区别一个那些高产作家 我跟他们比的话 我真的特别慢 我做音乐特别慢 我反复地去考虑 真正的音乐家 可能会想我太慢 想我不是音乐家 考虑真的太多了 然后会变成一个 做品拿出来的 过程特别慢 这样考虑是对的 但我不愿意太多的去建立 我只不过是 我只不过就是 我掌握了这个 音乐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工具 它能够让我 理性化了 但是呢 我觉得音乐 又不是一个工具 因为音乐是一个 特别伟大的 神圣的一个空间 当你进入它的时候 这种美好的东西 你会觉得 你回到现实里头 那现实很丑恶 音乐当你进入 你当你创造了一个 很好的空间的时候 你当你进入的时候 你不在乎它 到底是多少作品 你只在乎它 说这个东西到底多美 找个时间到我们那个 到我们那来做一次讨论会吧 然后你组织几个人 我们多组织一些人类的 就我觉得你这样谈 是特别有价值的 好到你下面还怕讨论 没有 就这样谈是 不 做事很重要 但是很多人 就是 其实我想我们在做 很像的事情 就像刚才我听你谈 我肯定是觉得 我对你这个人是更尊敬 这个就不是像 我随便跟你说 我去见你是我的偶像 那个有点是 就是 就是 偶像已经在那骂人了 这是你的粉丝 对 我说 实际上 不是玩具 不是玩具 这个音乐 但我们确实是 回忆到我们成长 然后我们很亲切 但是你这样特别认真的谈话 包括你对社会 现在的很多很痛的思考 包括你的这种对教育的 这种严肃的思考 包括你觉得这个音乐家 现在的这种就是 音乐环境的这种不健全 和你的很多的设想 我觉得 就让我看到一个真的是 非常更感动我的一个推荐 谢谢 谢谢 所以说我觉得 我为什么说 我再补充最后一句啊 我为什么说 现在需要的十年 比过去的十年更重要 对音乐家来说 因为现在 别就是 关键时候掉链了 那个时候是没有链的 没有车 你们自己尚不链的 现在机会来了 你们能够给老百姓什么 你们能够给这个社会做点什么事 现在才是这个时机 别当时启蒙王的 最后你自己 别自己起 给别人启蒙了 自己变成国外了 别做这样的一句 老百姓 你们怎么样 二十年前 我们曾经唱 像是一把刀子之前的时候说过 如果说西方的摇摩乐 像是红水一样 那我们中国的摇摩乐 就像是一把刀子 二十年以后 如果说 中国的流行乐台像棉花一样 我们的摇摩乐 仍然像拔刀子 你们就是我们的刀枪 保护我们的地方 好 小姐 千言 千言 算计 大 百合 int 精怪 千万 你 什么 你